民國100年 您看一下 剛剛例子的這邊 我們是不是做民國100年 我們現在要做 低收入戶的戶數收集 放在這個地方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那我剛剛開發人員聚集 戶數收集 執行 是不是已經做到這邊了 而且我們還刻意把它移到左邊一個 所以現在不需要移到左邊 現在是不是要從這邊開始 繼續往下做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聚集 戶數收集編集 稍微改一下 這邊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往左邊移動兩個 這就不需要了先移除掉 好 我們先註解掉這個 往右移除兩個 然後接下來呢 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不是要去思考 100年做完要做101年 你看一下 現在這邊 是不是直接選到那個 100年之後 然後他開始做 就是list這邊 list 他是不是做100年 可是是不是 接下來是不是要往下移動一個 往下移動一個沒有做 所以我們來去做這件事聚集 就剛剛在這個地方 這整個這裡面做完之後呢 我是不是應該要把 選取到list這張工作表的格子 要往下移動一個 所以怎麼做呢 工作表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先切換 切換到list 然後接下來是往下移一個 所以這一個地方複製 鐵掌 我要從頭到尾 跑完 我要從頭到尾跑完 所以是不是 一樣透過一個if的判斷 if 作用中儲存格的值 是不是空白 不是空白 我就執行這些程式 好這些內容的修改 有沒有問題 應該都可以了解 我關掉了 接下來我是不是開始來執行看看 這邊我就先移除超連結 然後把Total剛剛做的這些內容 先把他全部都先移除掉 刪除 接下來list這邊 開始去做開發人員聚集 這個戶數收集 執行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可以看到Total 是不是全部都做完了 就是剛剛那一點點的時間 就是在等待 然後去執行 而且這資料應該都是證券 因為剛剛我們檢查過那個戶數 那個從新北市跟連江縣這邊都檢查過了 連江縣40、42、49、51 那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有始有終的檢查 就是105年連江縣 是不是5253、57、55 105年5253、57、55 5253、57、55 5253、57、55 是不是就都正確 OK 那我改幾個地方 再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個戶數收集 編輯 第一個 第一個 我把這個往左移兩個 註解掉 因為不需要 不需要往左移兩個 第二個 我是不是每一次做完 整個 整個100年 做完 我是不是要往下移一格 所以在這裡 切換到list這張工作表 然後進行往下移動一個 然後透過一個if來去判斷 這個格是空的值 還是有內容的值 進行什麼 進行所謂的這個判斷 判斷它 如果不是空白 我就去執行這些內容 是空白 我就跳開 好 請你們先動手來去完成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完成資料的自動收集